全文故事只因爱上她 我就被她毫不留情地送进女德学院 我在严刑酷乏下苟且偷生 在精神洗脑中日益坚信对她的爱意 一年后 我满身伤痕地走出女德学院 冷漠残忍的她终于开口说爱我 可是 见她真心的人终究为人所见她 她的爱 我再也不敢接受了 一厚重的铁门打开 我抬不走出去 久违的阳光洒在身上 微风和煦 空气中都是自由的味道 门外停着一辆低调奢华的兵力 大约是副驾派来接我的 只是并没有人下车接我 我加快步伐 上了车 后座赫然坐着副庭身 亲手把我送进女德学院的人 我紧贴着车门坐下 恨不得离父庭身 十万八千里远 庭身哥 父庭身见我避之不及的动作 眉头微醋 坐那么远干什么 畏畏缩缩的 干什么 这都是女德学院教的呀 身为女子 应当矜持 除父兄外 都应保持距离 才是身心清白的女子 我不过是向她展示 女德学院的教学成果 对 对不起 我诚惶诚恐地道歉 又怕她再生气 小心地往父庭身的方向 挪了挪 父庭身按了按额头 算了 你向来是这样的 今天大家 为了欢迎你回家 都会回老宅吃饭 你别闹 闹什么呢 是像一年前那样 把父庭月推下池塘吗 但是我可是从女德学院 毕业的学生啊 自然是闲 梁 舒 德 好 我知道的 一路无言 车厢里沉默的诡异 二 餐桌上静悄悄的 只有餐具偶尔碰撞 发出清脆的响声 父庭月早已忍耐不住 率先打破沉默 乔若初 一年不见 倒是学乖许多 看来女德学院教学成果显著啊 自从我来到这个家 父庭月就不喜欢我 我爸是父庭身父亲的司机 在一次车祸中 为保护父侍夫妻死去 我妈妈身体不好 经文恶号 也撒手人寰 只留下八岁的我 出于责任 道义和名声 父家将我接到家中 对外宣称收养了我 父庭月是家中幼女 尚有父母长辈疼爱 下有哥哥爱护 所以 她骄横跋扈 目中无人 绝不允许 我分走家人的注意力和宠爱 针对和恶意来得莫名其妙 却又理所当然 文言 我立刻放下筷子 椅子划过地板 发出难听的吃拉 我忙不得道歉 对不起 庭月小姐 从前是我不对 傅庭月更加得意洋洋 像斗圣的公鸡 这样才对吗 你这样的下等人 就该认清自己的身份 也配妄想我哥 适可而止 小月 好不容易吃顿团圆饭 别让大家都不开心 傅庭生喝止她 又转头看向我 坐下吃饭 怎么离家一年就生份了 我定定盯着地面 身体忍不住颤抖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这也是女德学院教诲我的 只要别人不满 就是我的错 女人当以服从柔和为美德 餐厅一时寂静 傅庭生站起来 强硬地将我按回座位 扫出洋相 吃饭 我僵硬地拿起筷子 吃了几口便索然无味 试探地说出自己的打算 傅先生 傅太太 感谢两位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现在成年了 明天就去找房子 从傅家搬出去 傅庭生放下筷子 搬出去 你没有学历 没有收入 拿什么搬出去 我说过 你是我的妹妹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三 我为什么没有学历呢 因为高考前一天 我一觉睡过头 醒来跑去学校 已经进不去考场 回到傅家 我失魂落魄地走到花园 听见傅庭月洋洋得意的炫耀 给我下安眠药的节奏 她的狗腿子们 争相复合 顺带贬低我 说我不识好歹 无配和她抢风头 对我至关重要的高考 成为傅庭月 刺向我的尖刀 她什么都有了 还要让我一无所有 凭什么 凭什么 我像小炮弹似的冲出去 一把抓住傅庭月的头发 随即和她扭打起来 我在傅家有干不完的活 傅庭月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 力气自然没我大 怒气上头 我一把把傅庭月推进池塘 池塘也不深 就半人高的水 事后 傅庭月不依不饶 非要给我点颜色看看 傅家没有人相信我的话 他们只觉得我形势鲁莽 野性难逊 最后 在沈秋益的建议下 我被傅庭深送进了女德学院 对了 沈秋益是沈家大小姐 也是傅家主义的未来儿媳 两家都有强强联合的意向 在女德学院待了一年 我还是个高中学历 我垂眸 我画画还行 可以网上接单 总能养活自己 我会尽快搬出去的 傅家人见我执着 就不再劝阻 一顿饭终于平静地吃完 四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是个佣人房 宰相门前酒品关 傅家的佣人房 也带了一个小卫生间 洗完澡 我穿着浴袍 坐在床边擦头发 咚咚咚 静 来人是傅庭身 我弯腰去床头柜拿电吹风 记得松松垮垮的浴袍滑下肩头 又被我手忙脚乱地拉上 傅庭身看到了我肩上的鞭痕 语气森寒 肩膀上的伤哪来的 我局促地拢了拢浴袍 结结巴巴地回答 没事 是 是我自己不小心撞到的 怎么撞能撞出边上 乔若初 别撒谎 我被他严肃的语气 吓到 更加颤颤巍巍 真的是撞到的 其实哪里是撞到的呢 女德学院惩罚人的手段很多 鞭打 电击 水牢 老虎凳 洗脑 拨啊 他们致力于抹杀每个女孩的个性 把我们变成 对别人唯命是从的傀儡 而我 因为有沈秋益的特殊关照 里面的老师 一边对我上行 一边告诉我 爱上傅庭身是不对的 女人只能忠于自己未来的丈夫 不然就是红杏出墙 不守负德 我在平凡的刑罚中终于改口 说自己不爱傅庭身 以前的自己 自甘下贱 不守负德 傅庭身更加生气 两手握住我的肩头 把我提起来 微微俯身 看着我的眼睛 乔若初 我再说一次 说实话 源源不断地热议传到肩头 我抬头 含泪的双眸 仿佛沾染雾气的葡萄 是 是女德学院的老师打的 他们不让我喜欢你 否则就继续打我 听声歌 我真的太疼了 我对他们撒谎 说我不爱你了 可是我真的真的好爱你 即使他们打我骂我 不给我饭吃 我也还是爱你 自自真诚 如气如缩 说完 一颗晶莹的泪珠 从眼角滑落 男人厌恶死缠难打的女人 但会怜悯一心爱慕 还因她受到伤害的小白话 由怜悯生不忍 由不忍生愧疚 由愧疚生保护欲 由保护欲生在意 由在意生爱意 傅庭身眼中略带动容 松开我的肩膀 沈秋一说 女德学院教授社交礼仪 淑女风范 在社会上广受好评 什么广受好评 那就是一座炼狱 说她不好的人 都被驯化成傀儡 不敢说话 自然是广受好评 好了 既然出来了 就忘掉从前吧 或许是你犯了 错老师才惩罚你 不要放在心上 沈秋一淑女名声在外 而我被传早恋打架 还喜欢傅庭身 他自然更相信沈秋一 我不为自己辩解 只乖巧地点点头 好 傅庭身文言揉了揉我的头 早点吹干头发睡觉吧 我先走了 卧室门关上 我进浴室洗了第二次澡 收拾完睡下 傅家的床 比女德学院的硬床版 舒服多了 一夜无梦 无 我开始找房子 准备搬出傅家 手头只有高中的奖学金 只能在郊区 租个小单间套房 秋老虎依旧热气逼人 我拉着小行李箱 走在别墅区的路上 身边停下一辆兵力 车窗降下 露出傅庭身 俊美金贵的面容 私人定制西装服服贴贴 显露着上位者的气势 去哪儿 上车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要去郊区 很远的 别耽误你上班 看我多善解人意 你一个女孩子 还带着行李 坐公交多类 上车 上位者的话不容拒绝 我上了车 依旧坐在靠车门的地方 明显的避嫌动作 让傅婷伸心头一堵 又想到那天晚上 泪眼盈盈的女孩 忍不住择了一声 今天就搬出傅家了 是 我回来那天说了 要搬出去 不能拖太久 傅家养女 去住郊区出租房 说出去也不好听 要不你从傅家楼盘里挑一套住着 我送给你 我一个傅家养女 怎么影响得了傅家 高三难眠 傅婷月在我的房间 翻到我写的暗恋日记 第二天 日记就出现在学校论坛上 学校里人人都知道 我这个傅家养女 妄想傅家继承人 在学校里 傅婷月指使她的跟班 往我的课桌里放舌 在凳子上涂胶水 把我关在器材时 发动所有同学孤立我 在外面 傅婷月顾社会上的小混混围堵我 让人以为我不学好 和这样的社会渣子混在一起 渐渐传出 我早恋的绯闻 有关我的丑闻传出来 那些人只会说我这个养女生性如此 给傅家抹黑 我妈撒着斜夸包的肩带 转头看向傅婷生 婷生哥以什么身份送我房子呢 是哥哥 还是 未尽之余我和傅婷生都懂 傅家夫妻把我带回家后 就把我交给了管家 从那以后就没管过我 在傅婷月的授意下 傅家的佣人排挤我 指使我干活 偌大的傅家 只有傅婷生会时不时关心我 问我习不习惯傅家的生活 学习是否跟得上 傅婷生实在优秀 少女情思健身 喜欢上 她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18岁生日那天 我向傅婷生表白 向来温和的傅婷生 听到我的告白后 严肃地拒绝了我 说她只把我当妹妹 后来我把傅婷月推进食堂 就被傅婷生送去女德学院 傅婷生双腿交叠 金贵优雅 若出 我只把你当妹妹 我故作坚强地 挤出一抹笑 那我就更不能要 庭婷哥的房子了 傅家对我恩仲如山 现在该是我回报一二 傅婷生无奈妥协 既然你不肯要 那我就不勉强你 三天后 是爷爷的寿宴 记得回来参加 好 六租的房子面积不大 一番收拾布置下来 也是个温馨舒适的小窝 收拾完 打开电脑开始画画 人总是要吃饭的 三天后 我如约赴宴 傅家在宁城乃至全国 都是有名有姓的大企业 借着寿宴来攀关系的人并不少 一箱并饮 工筹交错 谈笑风生 名利场上人心各异 今天不仅是一场寿宴 傅家在宴会上宣布 傅氏将和沈氏联姻 下个月举办订婚仪式 此言一出 周围人扬起真心或假意的笑脸 相父 沈两家道贺 傅婷月抱着沈秋一的胳膊 竟显亲密 秋一姐 你终于要成为我的嫂子了 真好 周围年纪相仿的女生 虽然极度沈秋一 抢走了宁城少女的梦中情人 但碍于自家生意 还要仰赖父 沈两家 也在旁边说些恭维的话 恭喜沈小姐 副总这样的青年才俊 都被你拿下了 副总可是板上钉钉的附加继承人 秋一以后 想不完的荣华富贵呢 沈秋一得意地接受众人的吹捧 泳池边的小蛋糕很不错 其他人忙着结识人脉拉合作 泳池边只有我一个人 哟 这不是乔若初吗 从女德学院出来了 尖锐的女生传来 四五个女生 簇拥着傅婷月和沈秋一走过来 我咽下最后一口蛋糕 站出一个无辜的笑 是啊 我好好地出来了 沈小姐把我送进女德学院 我至今敏感五妹 一定找机会好好报答 听说你喜欢副总 当时闹得全校皆知 可是副总下个月 就和我们秋一订婚了 你就不要再痴心妄想了 我看向沈秋一 挑了挑眉 是不是痴心妄想 也不是你们说了算 沈小姐都要和停声哥订婚了 怎么 你对你们的联姻不自信吗 沈秋一高中时 从国外转学回来 对傅廷生一见钟情 自此追逐在他身边 在我向傅廷生表白之前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傅廷生对我照顾有加 他见不得任何女生靠近他 尤其我这个八岁 就和傅廷生生活在一个 屋檐下的富家养女 沈秋一轻易被我挑起怒火 停声哥也是你配叫的 我就知道你对他余情未了 宇德学院没把你教好 就由我来教教你 说着就仰起巴掌 要来打我 傅廷生带着一群人 朝泳池这边走来 我侧身躲过沈秋一的巴掌 抓住他的胳膊 带着哭腔求饶 每一个字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沈小姐 我错了 别让停声哥我送进女德学院 我 我以后再也不来富家 也不会出现在 你和停声哥面前 你 你放过我吧 啊 借着沈秋一手上的力道 我脚下一滑 跌进泳池 砸出巨大的水花 跌进水里的瞬间 我看见傅廷生 惊慌失措地向我跑来 我放任自己溺在水中 随后被傅廷生抱起 傅 沈两家 下个月就要订婚 傅廷生却在寿宴上跳水救我 一态尽失 七 我被傅廷生抱到了傅家的客房 比我的庸人房宽敞明亮 可可嗨 傅廷生来得及时 但我还是呛了几口水 水灌进口鼻的瞬间 仿佛又置身女德学院的水牢 傅廷生把我放在沙发上 裙子湿乎乎地勾勒出 曼妙的身体曲线 傅廷生的喉结 不自觉地滚动一下 随即慌乱地一开视线 你快去洗澡 别着凉 话落 起身欲走 却被我一把拉住 九月的晚风已经带了寒意 我浑身站立 停声哥 你一定要和她结婚吗 傅廷生松开我的手 沈家与傅氏旗鼓相当 傅氏想进军珠宝行业 少不了沈家的助力 联姻对两家都有好处 泪意慢慢涌上来 我睁大眼睛 不肯让眼泪落下 停声哥 那这场联姻 对你我有什么好处 看着你和别人结婚 我会死的 再说了 你喜欢沈小姐吗 傅廷生为我 抚去眼角的泪珠 两家联姻不可更改 若出 我只把你当妹妹 我扑进傅廷生怀里 一把抱住她的脖子 大哭 你把我当妹妹 那为什么要在醉酒后 叫我的名字 停声哥 你也喜欢我的 对不对 傅廷生有次应酬回家 喝得鸣顶大醉 我去送行酒汤 听到她 呢喃着我的名字 欢喜如暖流 从心脏流向四肢百寒 我以为傅廷生也喜欢我 暗下决心 等到十八岁生日那天 就向她表白 廷生 我不要当你妹妹 我想做你的女人啊 说着 我转头 想去亲吻傅廷生 却被她躲过 她强硬地拉开我的手 神色有些慌乱 若出 别说了 你照顾好自己 我先走了 我只能失魂落魄地 看着她离开 慢悠悠地洗澡 吹干头发 我打开电脑 登陆网站 给沈家送一份大礼吧 希望他们喜欢 八 半个月后 网上有匿名铁爆料 沈氏集团偷税漏税 设计抄袭 与境外黑势力勾结 因爆料贴满了高位热搜 引来大量网民 在线吃瓜 沈氏拖了不少关系 付出巨额公关费 才平息这场风波 奈何没能找到发帖人 只能不了了之 试了福一去 深藏公语名 傍晚 我提着烤鸭回家 住的地方偏僻 路上也没什么人 四五个闻着大花壁的混混 迎面走来 我走左边 他们走右边 我走右边 他们拦左边 请让让 小混混流里流气的调笑 美女一个人啊 不如和哥哥们玩玩 玩玩 好啊 半个小时后 接到派出所 我脸上 手臂上都是擦伤 衣服也裂开几条孔子 温柔的女警 在旁边轻声安慰我 傅廷生 其长俊美的身影走进来 整个房间都明亮几分 我迫不及待地 将自己 埋进傅廷生的怀抱 双手抱住她的腰 停身 我好害怕 我差点就被他们侮辱了 傅廷生拍拍我的背 安慰我几句 看向旁边的警察 警官 那几个混混 有背后主使吗 他们交代 有人用一次性电话卡 打给他们布置任务 酬劳是现金 没有银行打款记录 请您多费心 一定要找到幕后凶手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车上 我紧紧依偎在傅廷生身边 仿佛她是我唯一的依靠 傅廷生把我揽在怀里 拍了拍我的肩膀 若出 回市区来住吧 你一个人住在郊区很危险 还好这次没事 我点点头 顺从地答应下来 九傅廷生 给我准备了一套市区的房子 环境优美 安全系数高 基础设施完善 附近就有一家三甲医院 傅 沈两家联姻势在必行 我无力阻止 订婚的两天前 傅廷生邀请我去参加 她的订婚仪式 喉咙有些发干 我艰难地吐出几句话 婷婶 我那么爱你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让我去见证 你和别的女人相守一生 我说过 你和别人结婚 我会死的 不过 我还是会送你一份订婚礼物 电话那头的傅廷生 沉默良久 若出 你别做傻事 我漫不经心地笑笑 声音依旧沙哑 你放心吧 订婚的日子如期到来 我把浴缸放满水 倒进一袋泄浆 鲜红的血瞬间熨染开来 我躺进浴缸 滑破左手手腕 拨通了傅廷生的视频电话 视频接通 看背景是一个小角落 偶尔还有人从背后经过 我勉强勾起嘴角 在傅廷生说话前 截住他的话 廷生 我爱你 没有你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今日你订婚之喜 我独富九幽黄泉 你我再无相见 祝你订婚快乐 若出 你 说完 我果断挂掉视频 任自己沉沉睡去 被挂断电话的傅廷生 一阵惊慌 心脏剧烈跳动 强烈的不安将他死死包裹 仿佛有重要的东西 将要离他而去 十睁眼是纯白的天花板 消毒水的气味有些刺鼻 傅廷生坐在床边的沙发上 高大的身躯 窝在小小的沙发上 看起来滑稽可笑 我倾笑出声 傅廷生连忙走到床边 一把抓住我的手 你醒了 疼不疼 为什么要做傻事 手劲有点大 捏得我生疼 死 疼 傅廷生连忙放开我的手 把我扶起来靠坐着 停身 今天的订婚仪式顺利吗 订婚仪式举行前一个小时 有关部门突然开始调查沈氏 带走了沈秋一的父亲 沈氏集团股价大跌 傅 沈两家的联姻 大约是要取消了 真是一份让人愉悦的礼物呢 我满眼稀奇地看向傅廷生 廷生 你不用联姻了 是不是可以试着喜欢我 傅廷生文言 把我绊抱在怀里 下巴抵上我的头顶 刚才在视频里看到 你放弃自己的生命 了无生机的样子 我就知道 我不能再骗自己了 若初 你八岁来到傅家 我曾把你当做妹妹一样照顾 可你终究不是我的妹妹 爱意在暗处肆意滋长 察觉时已成参天大树 若初 我爱你 男人低沉好听的声音传入耳中 真诚地告白 让人心动 但是 眼中浮现泪花 我抬头 看向傅廷生 廷生 我终于等到 你亲口说爱我了 十一 第二天 我就闹着傅廷生出了院 傅廷生把我送回家 要不要请个阿姨来照顾你 我惬意地窝在沙发里 不用 我不喜欢家里有其他人 傅廷生皱眉 可是你的手腕不能碰水 伤好前谁给你做饭 我抱着傅廷生的胳膊 顺势靠在他的肩膀上 那就有劳廷生给我送饭了 要是傅总连这举手之劳都不愿意 那就饿死我好了 傅廷生无奈让步 好 我每天从江南春给你打包送来 要是忙不开 就让我的司机来一趟 我蹭蹭他的下巴 满是娇称 谢谢廷生 哎呀 在医院躺一天 衣服都脏了 廷生 你先坐坐 我去洗澡换身衣服 傅廷生语带笑意 宠溺地应了一声 等我收拾完出来 见傅廷生拿着一本书在看 眸色深沉 我走过去 轻易地坐在他身边 半个身子探过去 在看什么 原来是我画的漫画 这就是你画的漫画 男人声音低沉 似乎带一丝微不可查的感动战力 是啊 从我遇到你的那天话起 你看 这是我来到傅家的第一天 因为害怕 躲在花园里偷偷哭 是你来安慰我 傅家宴会上 我被其他孩子嘲笑是香巴了 也是你赶走了他们 我月经出巢 弄脏了裤子 是你把外套借给我 我在运动会上摔破膝盖 是你被我到校医院 我们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我爱上你的理由 也会成为 我往后余生的甜蜜回忆 婷生 我爱你 傅婷生是傅氏继承人 傅氏夫妻对他要求严格 读书时考察他的学习成绩 工作后只看公司业绩 傅婷月撒娇卖吃 也需要他这个哥哥给予关怀 他人从他那里索取 而我毫无保留的给予 从来没有人这么细腻 用心地爱过他 平凡真诚的心意 最能打动杀法果断的上位者 傅婷生把头埋在我的颈窝上 声音暗哑 初初 谢谢你 谢谢你这么执着 没有放弃爱我 我回报他 我甘之如頤 婷生 房间里一片静命 我们彼此相拥 沉浸在难得的温情里 十二 日子悄无声息地溜走 一周后 我的伤口已经结痂 傅婷生又来了 向来高冷如寒霜的脸上 此刻也染上笑意 什么是这么高兴 我打去他 傅婷生文言一顿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我拉着他往沙发走 快告诉我 不许卖棺材 沈氏果然出了大问题 之前的匿名爆料帖 证据确凿 有关部门决定用沈氏杀鸡警候 傅家和沈家的联姻 彻底作废 我面上一喜 庭婷 我是不是能名正言顺地 和你在一起了 傅婷生面露难色 爷爷 还是想为我找一位 门当户对的妻子 但你放心 我只爱你 与沈氏联姻 是我还没觉察出自己爱你 所以 和谁结婚都无所谓 现在不一样了 我会尽力说服爷爷 我靠在傅婷生的肩膀上 婷婷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最近发生了好多事 不如我们去海城看海 顺便散散心 怎么突然想去看海了 我低下头 似有怀念和遗憾 一年前 我打算高考成绩出来了 就去海城玩 当作我的毕业旅行 可是 傅婷生显然也想起了 把我送进女德学院的事 有些理亏 好 那就陪你去一趟 我们快去快回 我喜笑颜开 又靠在傅婷生的肩膀上 谢谢婷婷 海城风景很好的 我们一定能玩得开心 三天后 我和傅婷生坐飞机到达海城 住的酒店是富士旗下的五星级酒店 夜幕降临 晚风中有些许海水的咸腥气 总统套房里 满是鲜红的玫瑰 一是暧昧 我倒了两杯红酒 递给傅婷生一杯 停身 谢谢你 陪我到海城来 柔和的灯光下 男人的脸上满是柔情 我爱你 自然要满足你的要求 高脚杯相撞 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时间到了 收网 十三 刺眼的白赤灯将昏暗的地下室照亮 各色器具反射出寒凉的光 我翘着二郎腿坐在单人床前耐心等候 傅婷生醒了 她似乎很迷茫 白赤灯实在刺眼 她下意识地抬手挡眼睛 却发现自己被约束带绑在床上 动弹不得 初初 你这是做什么 我漫不经心地谈了谈星座的美甲 球进破A 你喜欢吗 傅婷身不安地挣扎着 初初 别开玩笑了 我们不是来海城旅游的吗 快放开我 我们一起去看海 我溺塌一眼 放下了二郎腿 谁和你开玩笑 一年前 你把我送进女德学院 我就精心为你打造一座难得学院 学院只有你一个学生 你将要享受的 可是至尊VIP教学 我们不是彼此相爱吗 初初 过去的 就让她过去吧 啪 我反手给了傅婷身一个耳光 脸皮还挺厚 打得我手疼 你凭什么让她过去 在女德学院饱受折磨 生不如死的是我 我永远都过不去 傅婷身被猝不及防的耳光 打得脸一歪 初初 别生气了 我会补偿你的 我笑了 你拿什么补偿 傅婷吗 可惜 傅婷很快就不幸福了 我一直相信 这世上 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唯有亲身体会 才能知道他人的痛苦 傅婷身终于意识到 我不是在开玩笑 四肢剧烈挣扎 双眼 因愤怒涨得通红 你要对傅氏做什么 傅家收养你一场 你不能恩将仇报 我扫过一系列玩具 又转回白痴灯上 哼 我冷笑一声 我恩将仇报 我爸爸威救你爸妈而死 他们大可 将我送去孤儿院 却要假仁假义地收养我 把我带回傅家 就丢给了管家 你妹妹傅婷月讨厌我 傅家谁都可以欺负我 每天有干不完的活 却吃不饱饭 从初中开始 傅婷月就让她的狗腿子霸凌我 傅婷身着急地辩解 小月只是娇蛮任性了一点 我 我是对你好的 傅婷月 她可是个天生坏种嘛 她初中时喜欢的男生 喜欢另一个女生 她就给那个女生拍了裸照 逼得女生转学 男生不喜欢她 她就狗障人士 让男生的父母双双失业 最后只能抛家设业 远走他乡 碍于傅家全市 受害者都求救无门 我坐在椅子上 抿了一口咖啡 想听听傅婷月是怎么霸凌我的吗 不等她回答 我自顾自开口 客桌里放舌 往我的饭盒里吐口水 把我关进气才是 我生理期时 往我身上泼冷水 至于你 你的好毫无用处 你对我好一次 傅婷月就变本加厉地欺负我 从前吃的苦受的罪 像是电影一样 在脑海里播放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任由她离开 我随意抹去泪珠 好了 今日份 回忆到此结束 来看看 我为你准备的难得学院第一课 先来个开胃小菜 三天三夜不合眼怎么样 我打开所有白痴灯 地下室瞬间亮如白昼 别担心 会有人轮流陪你呢 十四 三天后 我去地下室 看望傅婷申 高大威猛的保镖 站在一边默不出声 很有职业素养 三天三夜 没能合眼睡觉 傅婷申此刻双眼冲续 精神恍惚 我拍了拍她的脸 疼痛感 让傅婷申迟缓的思维 清醒了一瞬 眼睛慢慢重聚神采 看向我 你还想做什么 我笑了笑 今天你先睡一觉 明天继续 哎呀 比起女德学院的老师 我可真是善良 回到别墅 我惬意地吃完丰盛的午餐 真期望明天快点到来 转天 我如约来到地下室 保镖按我的要求 把傅婷申 绑在十字架上 傅婷申低垂着头 我捏着她的下巴 打亮她的脸 三四天没打理了 胡子拉叉 面带疲倦 是一张颓废帅哥脸 初初 今天试试鞭形怎么样 我在女德学院时 没少挨鞭子 鞭子上沾了眼水 伤口又疼又痒呢 你放心 我下手会轻一点的 啪 啪 啪 鞭子毫不留情地 打在血肉之躯上 白色衬衫裂开口子 留下一道道血痕 大约打了几十上百下 我终于打累了 把鞭子扔在一边 拉过椅子坐下 傅婷申疼得直吸凉气 但还倔强地 不肯喊疼求饶 对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傅氏集团完了 傅婷申像是被戳中痛点 猛地抬头盯着我 你对傅氏做了什么 初初 你折磨我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对付傅氏 我好争以侠地 欣赏傅婷申着急的神情 你放心 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自然是要摆证据讲法里的 这两个月 我一直在搜集证据 发现了好多有趣的东西 比如恶意竞争逼死对家 强拆钉子户闹出人命 使用劣质建筑材料 偷税漏税数额巨大 装装渐渐哪个是冤枉富士的 傅婷申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啊 沈家就是前车之剑 傅氏怎么不知道引以为戒呢 傅婷申拼命摆脱锁链 不过是可笑的困兽之痘罢了 沈家 沈家也是你做的 这话我不爱听 沈家要是遵纪手法 我也无处下手了 沈秋意因为一点嫉妒 就提议把我送进女德学院 现在也该他自己吃吃苦了 沈家现在资金链断裂 他家为了东山再起 把他送给了一个50岁的老男人 傅婷申对沈家的下场不深在意 你在傅 沈连姻之际揭发沈家 就是为了破坏连姻 报复傅家 你为什么不直接报复傅家 还要说爱我 我起身 捏起一块衬衫布料 布料和血肉粘在一起 又被外力分开 我满意地看着傅婷生痛苦的神色 直接报复多无缺 从前我爱你时 你不稀罕 现在也该尝尝心意被践踏的滋味 其实你不爱我 我并不恨你 我只恨你把我送进女德学院 女德学院啊 那可是个地狱 你说 要不要把傅婷月送进去试试 见我如此疯癫 加上这几天自己的痛苦经历 傅婷生知道 女德学院是个什么地方 那里的手段只会比这里的残酷百十倍 小月虽然犯过错 她到底是自己的妹妹 你别动小月 有什么尽管朝我来 我无嘴倾笑 开个玩笑而已嘛 我怎么会把她送进女德学院呢 傅婷生呼出一口气 神色放松下来 却听我继续道 我会把她送进大楼 傅家倒了 没人能够包庇她 她一定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赎罪 说完 我转身消散离开 不顾身后傅婷生的哀求大喊 十五 接下来的半个月 我吩咐保镖 在傅婷生的身上 试验各种刑罚 眼水鞭子 电机 水牢 老虎凳 经常不给饭吃 眼看着人不行了 就灌一碗葡萄糖水 勉强活着就行 半个月后 我再次踏进地下室 闻到一股酸臭味和血腥味 傅婷生伤痕累累 眼神麻木 头发也乱糟糟的 一滩烂泥似的靠在墙角 见我过来也无动于衷 我抬脚踢了踢她 死了没 傅婷生声音沙哑 没死 也差不多了 若出 这半个月够偿还你了吗 偿还 一条命怎么偿还 我抬手在她额尖一点 将乔若出既定的人生告诉她 八岁来到傅家后 傅婷月不喜欢她 所有人都欺负她 傅婷生对她最好 但乔若出也因为她的好遭受更多欺凌 中学时音成绩比傅婷月好 遭到变本加厉的欺负 高三开学不久 傅婷月发现了乔若出写的日记 拿去广儿告知 所有人都嘲笑乔若出癩蛤蟆 想吃天鹅肉 不自量力 18岁生日 向傅婷生表白 却被严肃拒绝 并且臭骂一通 高考前一晚 被傅婷月下了安眠药 错过改变人生的机会 乔若出和傅婷月 在后花园起争执 失手把傅婷月推进池塘 在沈秋毅的建议下 乔若出被送进女德学院 女德学院完全用封建教条教育学生 三纲五常 男尊女卑 所谓老师 不过是脾气暴躁的混混 一有不如意就鞭打 电击 水牢 老虎凳 对学生进行荡服羞辱 鼓励学生互相检举揭发 揭发者可以得到一顿好饭好菜的奖励 直到把每一个学生 变成玻璃式的傀儡 乔若出在这里饱受折磨 他经历过所有刑罚 在老师各种各样的手段下 渐渐屈服 麻木 僵硬 失去灵魂 因为不规律的饮食 落下严重胃病 不能正常进食 白皙的皮肤上落下累累伤痕 连自己看了都恶心可不 双腿不能久站 一到下雨天就钻心地痛 他熬了一年 终于从女的学院出来了 乔若出变得唯唯诺诺 小心翼翼 他已经无法正常社交 将自己封闭起来 傅廷申更讨厌他这副样子 以为他在装可怜 耍把戏 他鼓起勇气搬出傅家住到的郊区 却被沈秋益雇来的混混 轮番羞辱 还拍下不雅视频 乔若出万念俱灰 在傅廷申订婚当天 割腕自杀 死在浴缸 乔若出死后 傅廷申才发现自己 早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乔若出 所以他一边和沈秋益做模范夫妻 一边在万籁俱进的夜晚 怀念至爱 追悔莫及 再睁眼 乔若出回到了离开女德学院的前一天 可是 他已经无力再活一次 巨大的悲伤和不甘 将我召唤过来 我接管了乔若出的身体 走出女德学院 十六 接收完剧情后 傅廷申先是正了一下 随后 双手捂着脸哭泣 是啊 是啊 若出一条命 我只用半个月的刑罚 怎么能够偿还 他放下手看向我 你继续打我 或者杀了我吧 我有罪 我们都有罪 若出 若出 对不起 我看着他痛哭流涕 悔不当初的样子 心中毫无波澜 真正的乔若出都死了 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呢 人还在时不好好珍惜 失去了 才知道后悔 我蹲下身看着他 我没有权利杀你 这半个月 算是收取一点小小的利息 你将用你的往后余生 祈求 乔若出的原谅 说完 我转身走出地下室 别墅的院子里 阳光明媚 桂花飘香 乔若出的灵魂虚影 出现在我眼前 青春靓丽的女孩子 终于释然 一脸感激 谢谢你 话音刚落 虚影散去 希望他来生一帆风顺 得预良人 恭喜018号 快川员工 圆满完成委托者任务 是否前往下一个虐文事件 是 17 我是时空管理局的快川 任务执行者 穿梭于各个虐文世界 替虐文女主 完成一难评 凭什么女主 只是爱上男主 就要遭受身心折磨的 种种不幸 凭什么女主要的苦难 要成为男主 情深不悔的证明 不 不 不 我坚信 犯错的人 一定要受到惩罚 见他真心的人 一定也为人所践踏 这才是我选择虐文 世界的初心和意义